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于新北市汐止区乘租厂房大量生产取仿制的国家对医疗口罩的外盒 亦标示相同的CAS检验字号 出估他不法获利约五百万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的一个Mate in Taiwan的压条是在边缘的部分 但是可以去看到仿造的口罩 Mate in Taiwan的压条位置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这边甚至是没有一个切齐的状况 都会印有他们公司特别的一个标记 比如说OUT 有的是只有一边 像这家厂大量就会是在两侧 但是在伪造的部分 他就不敢去做这个部分的动作 所以他在压条的部分 他是完全没有做任意的一个标记 这是两个真伪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差别 但是对于是最主要的一颗主要边缘人 你两个人看看 吧 看来 一看来 你能看来 有些点 通过 这一看的 本局立即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羅水狼指揮證犯 那發現張賢以每片10塊錢的價格去烘台價格販售1萬片的口罩給不特定的民眾 那本局立即去將張信犯賢棄古刀案並請他說明這口罩的流向 那我們在追查這口罩流向有發現新竹縣的買家魏信犯賢 他大量訂購了4000片的口罩 然後再以每片價格清台幣至15塊錢 他用這個價格再販售給民眾去謀取暴利 那我們隨即就跟新竹市警察局刑警大隊科政隊組成專案 然後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申請搜索票獲准 然後我們立即去前往歸信犯賢的住宿去執行搜索 有查購到特案用的手機以及匯款單以及 張信犯賢寄送的箱子包裹兩個 以及相關口罩869片 那我們之後將會依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證新特別條例分別將張信犯賢及貴信犯賢 分別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跟新竹地方檢察署去做偵犯 我們要約了一下 我們要約走了 我們要約一條約 但是我們要約一條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